老婆 嗨 今天帶妳來賞屋 在這個荒山園裡 妳要賞什麼屋 帶妳來看小木屋 夢想的小木屋 今天這個影片 接續到前幾支的影片 我們有嘗試了露營拖車 都是怪那個壞朋友說 如果有怪自己的地像這樣子 樹林 自己的樹林 就像自己的營地 然後有一間自己的小屋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看房子 這真的是一個終極夢想 我常看國外的影片 他們叫做tiny house 很流行就是 我們不可能目前 除了有種樂透 要不可能有錢 郊區買一個大房子 如果在比較郊區一點的地方 有一塊小地 蓋一間小房子 當然不可能每天都來住 但是如果妳有機會 邊工作邊生活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然後有自己的營地 這跟自己的營地嗎 想生活就生活 想剪裁就剪裁 旁邊小雞小鴨 然後自己的樹林 小雞小鴨 他們就有小雞 真的有雞 小雞 它是公雞 公雞 我們來看看這到底 夢想生活是怎麼度過吧 小層前有一個木桌 這整片是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有在國外的感覺 老闆是說它種太密了 但我就喜歡這個樹林 對 但是它就是有那種 樹林國外的view 我們現在來這個小屋看看 前面有鑽一個自己的步道 這樣因為畢竟這土地嘛 下雨天比較不會泥爛 又有兩個 躺椅 雖然是 木頭躺椅 這角度是ok的 看星星看樹 這不用組裝 就一直擺著 其實可以一直這樣做著 晚上如果坐在這邊 現在有螢火蟲 多好 有 晚上就有 我們再進去看看 這屋簷就算用 一般家裡的標準來講 這也是大 你看你看 然後這邊有個 這也可以做 我覺得你看你如果有朋友來 但這邊就算是不會淋雨 不會曬太陽 然後風吹又透風的 非常大陽台 然後這個陽台 這一段呢 擺了兩張椅子 一個算是露營的大桌 而且它在外面這邊 就有一個外面的流理台 水槽 置物空間啊 垃圾桶 所以這邊就很適合在這裡 直接料理 歡迎到我們的小屋 門口一進來 這邊就有一個雙人床 這還是好挑高 超高 這邊其實比我家還高 大概是3米3 3米4左右 真的是很高 這一點空間感覺完全不一樣 不然上面都還有一些透氣床 就感覺很開闊的感覺 對 沒有壓迫感 然後一進來就很舒服 你看這邊 如果你睡這裡 然後旁邊就是看就是樹 早上起來就跟露營一樣 被陽光曬醒 但有冷氣吹 其實啊 剛剛在外觀看起來 就覺得 它就是一個小屋 就感覺好像蠻小的 結果一進來的感覺 不覺得它小耶 這比我們住過 最大的露營拖車 都還要大 當然其實你看規格上 其實沒有長很多 我露營拖車一台也是七八米長 那寬其實這個寬也不夠 我剛剛量一下 裡面寬大概3米左右 但是因為加了陽台 再推出去 其實3米寬 用帳篷角度我們不覺得大 因為很多客廳帳4米寬 我們的睡帳其實也是有到3米寬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是高度 因為它挑高 你看上面這邊 樓中樓 因為樓中的關係 上面都有個床 你看如果沒有樓中樓 這個床擺這邊 這裡整個浴室就不見了 因為你要擺第二張床 但是因為把床移上去 這邊才有個完整的浴室的空間 然後這邊才有客廳空間 再來看這個沙發空間 這沙發應該沙發床 所以其實這裡可以睡一下 6個人 6個人 2個 2個 上面2個嗎 對 所以現在這個小屋配置 居然有3張雙門床 所以如果有6個人來 像我們家這兩大也小 如果有朋友來 或是阿公阿媽要來 簡單睡以外 這就是可以 來看看裡面 這邊有電視 一個小書裝台 這裡有一個什麼東西 冰箱 對然後上面就放這些 咖啡機 開水 杯子 所以有冰箱也很重要 這邊是一個滑門 這滑門好漂亮 它也是木頭的 然後就浴室 而且算蠻大的 不輸家裡太多 這不是跟我們家差不多 對啊 不輸家裡太多 而且都是很木頭 很溫暖的感覺 真的 而且這洗手台也特大 比那個露營拖車 上面的洗手台大太多 然後也算很大 這小屋間 感覺兩個大人洗都可以 把婆婆幫我洗一下 什麼 什麼 孩子都生了 還這樣 我們來去上鋪看看 這邊有一個實木的扶手 上鋪也是一個床墊加雙人床 這個真的小朋友會玩瘋欸 就是應該就是爬上爬下 爬上爬下吧 哇這邊視野超好 真的 你有種居高零下的感覺 大人來說 這邊這高度 大人來說是沒辦法站起來 但是坐的挺直 都是沒問題 然後站的話 跪著這樣走是沒問題 但我覺得 就像它睡那個登山障 這樣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也是 1米2、3左右 就登山障的高度 那你睡覺來說OK啦 你知道起身頭被撞到我覺得都可以 幫我拿個杯子 隔音太好了 聽了沒有 是你發懶吧 嗯 隔音才好 就像你夫妲 別議員 masters 不是 不 小公雞 各位小雞不是騙人的 狗狗雞 狗狗雞 小公雞嗎 你是公雞對吧 狗狗雞 好帥喔 我已經有手出來了 你有看到嗎 好 再進去一點 再撿出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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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準備的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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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好 早安 我們現在在大洋海前面吃早餐然後看樹林 說實在 昨天晚上已經真的在想如果這個小屋是我的 它會有哪些問題 如果要來住就想看如果只要住7天 比如第一個是衣櫃 嗯 它就有一個掛衣架 然後如果7天之後 像我以為是一定要擺個霜帶 擺很多 那一定不夠 嗯 所以再有一個大衣櫃 不一定大衣櫃 完整的衣櫃 而且我去缺個東西 洗衣機 當然你說幾天來衣服帶走 但是這樣帶下去一直很麻煩 如果這邊可以放幾套衣服 就洗 而且要洗脫厚 嗯 對 因為不可能這麼偏大房子然後在那邊曬衣服 最善能看嗎 會啦還是會 這是居家就是家啊 沒辦法 可是我們家也洗都方便啊 方便 而且重點是就是 萬一天氣不好曬不乾 那也好 然後還有我覺得是維護問題 如果我們是久久來一次 都沒有人住啊 比如說半個月沒有人住 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最怕就是台風地震啊 露燭 所以需要就是品質很好 不用擔心 不用哭 那我們吃完早餐 趕快先去了解一下 我們去看屋 我們去看看 能不能解決我們心中的疑慮 咻一下 就來看房子了 哈哈哈哈 本來這個行程呢 看小屋這件事情呢 他覺得一直給我白眼 有大房子看什麼小屋 誰要給你住小屋 誰要住完之後呢 嗯 體驗了一個晚上之後 馬上來看 馬上來看 但是我覺得看歸看 這是一個夢想 這是一個夢想 但因為有夢想 我們才有機會往這方努力 嗯 所以我覺得 這給我的肝 一點點的時間 再拼一下 應該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小屋 首先啊 看的就叫塑源頭 剛剛去的那民宿的小屋 就是這家居林木購蓋的小屋 嗯嗯 一個稱坪小屋 那他有不同的格局 第一間小屋 其實跟我們昨天住的那個 差不多結構對不對 嗯 但這個玻璃比較大一點 門啊 結構差不多的 這個小屋是 成品價格 258萬 我們看258萬裡面是 什麼樣子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258萬這個範例的房型 其實我們剛剛民宿最大的差別是在說 他多一個飯廳 對因為如果是民宿的話他一定是不希望你在裡面開火嘛 嗯 那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家的話 你必須要有廚房 要有 嗯 洗流理台那些 會在裡面 對 所以這邊有一個獨立的一個像餐桌 四人份的餐桌 然後跟一個 冰箱櫃 完整的 料理台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剛剛那個先生有講說 除了上面的杯盤啊 擺飾用品啊 其他都包含在那個258萬裡面 全包了 全包啊 什麼烘碗機 然後IH流啊 都包了 然後我們先看看 這一面結構 門嘛 這邊很像嘛 上面是一個雙人床 但雙人床這邊 這邊有一個組合式的樓梯 可以收納的 這裡總共有兩個格樓雙人床 所以上面就是一個完整的雙人床 睡覺空間 所以這邊也睡一家四口 等於那個 兩個小孩跟兩個爸爸媽媽 但底下又有一個這樣算是 客廳區域 三人做的沙發 然後這邊擺下一個電視 而且現在這個版本呢 櫥櫃空間多了很多了 這個版本跟民宿版本 就感覺是 真的可以生活的 對 收納空間啊 多了很多嘛 你看上面有四格櫃 這邊放電視 底下還有 三個抽屜 跟三個格可以放東西 這邊還有一個茶几 所以茶几這邊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三座沙發 這裡呢其實如果擺個沙發床 也是有機會 但可能這個茶几膠很可遮疊的 可以收起來 這邊可以拉出去 變一個沙發床 餐桌區 我覺得我餐桌很棒 那這樣子 其實可以當作不吃飯的時候 可以當作一個工作桌 然後再來這個餐桌的吧台 我覺得跟我們家差不多大 對啊 這個廚房的大小 但是它這邊居然有一個很簡易的 很漂亮的抽油煙機 乍看沒有 但這裡有耶 內坎式 沒有它藏在這個櫃子裡面 哎呀 不講真的沒有發現 這裡有抽油煙機 但我覺得這裡還是會做一些簡單料理就好了 簡單啦 它這裡是那個IH爐嘛 其實你也不能來大炒菜啦 對 因為這麼小的房間 我覺得要做大菜去外面 用柴爐粉末台 然後這邊呢 完整的收納 所以其實這邊放一周的食材應該沒問題 這感覺是烘碗機 這邊還有洗手台 琉璃台 下面的置物空間 空間其實很夠啦 接下來這邊 就有很緊湊的感覺了 我覺得它有想辦法塞掉更多的收納空間 讓真的可以住 看這邊 這裡有一堆小櫃子 這個樓梯下面都是收納櫃 這邊全部都是收納櫃 我覺得真的需要喔 要啊 要啊 每個家都要 所以呢能夠放下一個 至少一周的衣服 是很重要 還有一些簡單電器 這個櫃子應該可以塞下一個洗脫空 你如果沒有洗衣機 你衣服要帶很多 因為你就不能換嘛 我下去洗 但有洗衣機 衣服就可以不用帶 不用放這麼多 嗯 接下來太太看我們看一下 廁所喔 這邊是一個眼眶頭 空間感很大 連洗手台都超大 然後都是木紋的很溫暖的感覺 然後該有抽風窗通風窗都有 很舒服喔 很舒服喔 這邊洗澡也很舒服 對 這個很棒耶 這個我也很想要 這裡也是滿滿收納空間耶 對啊 我們家都沒有 底下你看也是 哇 大抽屜 對啊 我來帶各位上去看看閣樓 小心頭 喝醉酒不能上來 喝醉酒不能上對面那個 對 這個應該還可以 而且這邊也是滿溫馨 還放了一個櫥櫃 接下來看第二個房型 238萬 但這個房型跟剛剛看那個 最大不同在於屋頂 我們看看裡面 這個房型 最大差不在於屋頂 剛剛屋頂是平的 這屋頂是斜的 還是有閣樓 但就是旁邊會比較低一點 就比較高一點 但看起來又不一樣的氛圍 更像小屋 這個房型 最大差不在於說 三床結構 一張床 兩張床 那邊再一張床 所以這樣可以坐 睡下六個人 其實家沙發可以睡七個人 但是它就是 原本的客廳 把它改成榻榻米 對 通鋪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坐 可以躺 可以翻滾這樣子 但它犧牲就是什麼 廚房空間 廚房比較小 我們再看一下這邊的空間 所以現在這個結構 這邊應該也是可以做成沙發床 然後這邊是茶几 然後電視 放哪去 可能是這面牆的 要掛壁 對 投影布幕 但是電視就不能放太厚 要很薄的 要貼牆壁 然後再來 底下榻榻米空間 這邊都是收納櫃 全部都是 所以儲物空間真的是非常重要 這上面都很完整的 旁邊都是儲物 很重要 把樓梯變儲物空間 標配 一定要這樣做 接下來到這邊是餐桌 但這邊餐桌用就是一個 摺疊餐桌 嗯 可以收納起來的 兩個可以四個 你這樣空間比較大一點 冰箱 櫥櫃 烘碗機 非常隱藏式的臭油煙機 一個小IH爐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廚房比較小 用比較小的廚房空間 換取了多一個床鋪 那最棒的就是夠寬敞 你看我這邊在做飯的時候 這邊同時做人 不會影響到 老婆來看看廁所 這個廁所少了廚�櫃喔 這個鏡子不能放東西對不對 對 它是貼牆的 嗯 但水槽也是大的 水槽也是大的 然後其實 其實消耗間也是寬敞的 其實廁所都差不多 對 就是空間都是差不多的 它可能只是有一些 不一樣的樣式可以選 然後這邊上面是 閣樓空間 這邊可以再睡兩個人 那接下來這個 這個距離莫過的房子 他們敢做二十年的保護 然後再來 他們其實有 第一個案例 在新北巴黎的海邊 已經蓋了二十年了 到現在都還完好 所以代表 已經二十年案例 代表耐用性沒問題 因為台灣多地震 這二十年大大小的地震 都經過了 所以代表防震 絕對是幾個級考驗的 而且他們敢做二十年 代表他們的防水跟防火 他們都有過認證跟測試 我們現在就拿他們的一個板材 我們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它整個建築物的板材 首先我們要今天講的是防火 我如果今天自己蓋個小屋 我絕對材料一定需要防火 因為我在裡面一定會放柴爐 我看過很多年前有個影片 Discovered的影片 他們在有那種小屋探索 然後呢 有人就把一個小屋放了柴爐 不小心一個木炭掉出來 然後出去人不在小屋裡面 會來整件物質燒光光 所以我們這樣欠的是防火 今天這個建材呢 全部都有過防火測試 過的是CNS-12514的防火測試 大家都通過一小時防火時效等級 這報告我放在這邊 它為什麼可以到這測試呢 它全部的材質用的是防火建材 包含了 剖滅來看喔 最外層水泥纖維板 中間呢 細酸蓋板 實際上這裡面還有一個包薄一層的是 防水層 裡面呢 OSB的纖維板 這裡呢 SPF 結構骨料 裡面還有一個高密度EPS的材質 這邊裡面就是它整面牆的材質 從內到外外到內 現在我們就燒給你看 那我們現在直接燒給各位看 直接靠在這個牆邊 就是模擬假設我今天這個火 就這樣倒了 或者是一個很熊熊烈火的一個 材爐啊 熊熊烈火的一個木材燒起來了 忘記什麼再開始介紹看一下喔 現在已經燒了大概十幾秒了 開始變色了 其實微微的變色 然後目前都沒有冒任何的煙 其實這麼大的火 其實已經遠遠大於一般的木炭掉下去 或者是甚至那個瓦斯爐倒下去的溫度了 現在的 我的自己的瓦斯爐鐵絲已經燒紅了 所以它已經超過五六百度了 但現在其實也是很微微的變色而已 時間已經是一分鐘了 當然我們要進行相信專業的測試 這只是我們希望讓我們測試報告內容 讓各位了解 從事我們體驗一下 它可以防火耐燃一個小時是什麼概念 其實一分鐘就覺得很恐怖了 一分鐘光上面的不鏽鋼鐵絲 都是完全燒非常亮紅的情況 我們現在測試一分半 我們把火源移開 為什麼不去燒下去 首先我們這並不是一個實驗室的環境 無法確保中間燒起來會怎麼樣 再來是我們測試的工具呢 也無法說可以承受這樣長時間燃燒 所以在測試一分半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這邊稍微的有點黑黑的 但是呢最神奇的是居然連煙都沒有冒出來 屋裡有反應它會燒起來會冒煙 然後像木頭燒起來嗎 但其實目前這樣看來都還好 其實還是現在是熱熱的 我覺得大概五六十度差不多 但是摸起來都還是可以摸的 代表說如果今天真的一塊木炭 整個燒紅的部分不能掉下去 碰到牆體絕對是安全的 我們這幾間小屋在外面 而且我們一個月可能還進去幾天而已 最單就是漏水 如果今天發生漏水 你們就在裡面住 那你就會爛光光 他們這個牆 同時也通過叫做風雨試驗 它包含了氣密測試 靜態水密 正風壓 副風壓破壞測試 它過了CNS13971 974 972的測試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一樣幫大家來體驗看看 這個測試到底在車什麼 我們今天拿著一個高壓水壓槍往這裡沖 我們再沖個一分鐘 看看它裡面的牆面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進來看看到底行不行 現在看到應該就是颱風天的等級了 就是颱風風加雨 其實下雨這很容易 我們在不同角度看看 以前大概已經噴了差不多一分多鐘了 看到外面這個水泥纖維板 然後到這邊還有一個蓄在蓋板 防水層在這個地方 所以看到我們現在其實這樣子 都是完全乾的 所以其實裡面有一層兩層三層 到防水這邊有一層兩三層的防水機構 所以就算在這麼大的風雨情況之下 其實都不太可以進去 不然你看這邊 這個我們做的斜接 總體台中間大概接個處 大概有差不多一兩指三指的一個範圍 做交接 所以這邊那種光是水要進到這個 防水層都很困難 獨自抵抗風雨台風 我覺得是可以放心的 經過我們這禮拜去賞屋 而且直接試住了這個小屋 我有一個決定 接下來會好好賺錢 而且不會亂挖錢 好決定 我們要立下打目標 那我問你一個實話 你去之前 期望想要值是多高 因為我覺得有點遙遠 所以大概這樣子吧 這樣子 明白 那住完之後勒 爆了爆了對不對 太舒服了 因為其實這個家 就像我們家自己這個家 第一就是一個生活的地方 其實特別是我在這個家 我大部分這個家 像我工作室 因為我在家上班 在家上班 在家工作 醒來就工作 去那邊真的讓我有放鬆的感覺 對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 你的工作開會都還會是在台北啊 什麼的 然後而且佩佩優都還在台北念書 所以你說如果我們全局 加班去郊區小屋住 可能會燒難 但是這個會是一個 以後的原成計劃 我反而覺得 如果今天是買一個郊外的 我們直接把家搬到郊區 不困難 但是我只有一個小屋 我可能一個月 可能只有7天在那邊 我反而覺得可能 因為佩佩也不會影響 佩佩可能他一樣 他可以自己上家學 我一個禮拜不在家 我有時候自己去 有時候去外面拍片工作 我也不在家 現在自己一個禮拜不在家 但是在小屋裡面 也更安全 我們到確定沒有積木長焦就好 不管怎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嘛 要有目標 是 嗯 好 好好工作 努力賺錢 加油 加油 一起加油 好 感謝收看 我是大哥 我是小泰 請帶著垃圾 如果可以請帶著更多垃圾 掰掰 大家好 我是Yu波肉 我是大哥 我是小泰 我是佩佩小姐 我們是五月田 遵守五穩三菱 請帶垃圾 如果可以 請帶走更多垃圾 謝謝大家